開工開學後不管是大人小孩 通通都找醫生報到 那麼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也示警 說接下來還會有X疾病要大規模感染 致死率高於新冠二十倍 早吃早安 清晨的早安充滿活力 隔了一個春節假期 小朋友都期待與同學相見歡 不過入園的第一條手則 一定要先量量體溫 好 走車車 乾洗手再噴兩下 小小手得消毒乾淨 才能落實正確防疫 不然開學季的群聚恐怕引發大規模感染 我們早上入園跟中午午休 還有就是回家前 我們會做三次的體溫做測量 讓爸爸媽媽知道 他在園內的一個體溫的狀況 跟體溫的監控 那春節之後呢 因為開學的關係 開始上班的關係 大家群聚又會互相感染一次 通常一般來講都會 那個放假之後 會還有一波小的流血 聽著整間叫號才剛開學 就有點Monday Blue 因為家裡的小朋友不能上課 還要來找醫師報道 感冒有打好球 自己感冒然後就傳給小朋友 就一直要一起過來看診 一個跟著一個接著中標 不只新冠類流感會有下一波感染潮 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還表示 下一波疫情X疾病的爆發 只是時間問題而不是機率問題 在五月底前還需商定大流行公約 這波X疾病的致死率 甚至高於新冠二十倍 致死率會高達二十倍以上 實際上也不是恐嚇性 如果從動物演化過來的大流行病毒 在流行之前 通常都是一個高疾病性 跟高威脅性的狀況 現前新冠疫情就導致世界大流行 影響全球經濟 同時帶走不少生命 如今X疾病恐怕再度席捲全球 機關署副署長同步示警 X疾病恐怕會是流感 新的冠中病毒 以波拉病毒等突變 建議民眾還是得做好防疫準備 避免再次大規模擴散 健康才是最大的財富 記得林俊仁前一種太波動